很快 这个碑串 碑串512时间 以正义 512 这个碑一种义 说的 这几年碑 12号就是一个 他11号炸的 11号晚上炸的 总共他存在了多少天 存在大概5天时间 炸掉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集中闹事 集中闹事 他把这个死验者 抓到绵羊去 死验者抓到绵羊去了 有几个死验者被抓了 有几个死验者被抓了 我们去抓去 这是北京抠口群的 基验者 他在那个地方 给北川的死难师生 也不光是北川中学的 给他们死难师生 建立了一个基验碑 后来这个基验碑 就被青岛特寂 用机枪给打碎了 打碎了以后 这些家长他觉得 家长他认为 这个基验碑 是北京的志愿者 为他们的死难家属 死难者建的 所以这些家长 他们就把 收集了很多罪片 保存起来 当时我看到 就想了 想到这个 想到这个 我心里想到就是 北川的这个基验碑 它还能够有恢复的时间吗 我们在一起 我心里想到这个 船都可以 想到这个 那么多 人 我心里想到 他就在一起 我心里想到 你 那天 并不也不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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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又一次来到北城中学 这是第一次已经有100天了 整整100天以后再次来到北城中学 这个悲惨的现场 我的悲伤的心情还是没有过去 因为这一次天灾也好 这个人为也好 他的一些原因还没有查清楚 那么在5月16号 我是第一次来到北城中学的现场 当时有媒体采访我的时候 我就讲到 根据我的认识 就是北川中学的这一块 大面积的粉碎性的楼房坍塌 特别是学校建筑的粉碎性坍塌 超成了大量的中小学生死亡的这样的事故 我认为是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 而且这个中间人祸的因素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那么这个地方按照政府的规划 应该是它的所有的建筑 应该是齐渡设防的 齐渡设防是什么概念 齐渡设防就是多余地人不劣 那么这种常见地震 可修 罕见的地震不塌 同时呢 对这种学校 医院 幼儿园 这样的公共建筑 在抗震的规范里边 设计要求是一类重要建筑 分类是叫一类重要建筑 可以了 最奇怪的就是这一栋 这一栋是七十年代修的 一个旧的砖混结构的建筑 这个建筑是20032004年 报的这个二级围房 已经报了三 申报了三年了 因为没有钱 房子没有撤掉 现在你看这个建筑是整体完好 离这个粉碎性坍塌的这个主教学楼 也就十多米的距离 这就真是一个奇迹啊 这个5月15号来的时候 还听见里边有小孩 他们就叫这个消防队员去施救 消防队员说听不见 当时他们往敲这个 里边都有回答 第二天来的时候再敲 就敲不硬了 地震的因素 我们是没法去追究的 但是我们对地震 我们有建筑的设防的标准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现在北川中学的这个主教学楼 有没有达到七度设防的标准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个问题 而不能说是因为地震所以倒塌 那我们还要建筑设防标准来干什么 打到这个洞 就是日本救援对他很有经验 救不出来 他们经常对付这个情况 就是把楼层打穿 楼层打穿 打到一层有人了就逃出来 然后再往下面又打 从三层打到二层 然后再打到一层 一层一层打下去 这就是救援经验 这一层很重 这样救出来在这个楼里边救出来二十多过 中学生 有没有住过 没有留级别人哦 就是还没逃出来的 这是又有级别学生 这就有级别学生 这个真的 该众还没有万多人 万多人又多无少 这边老街基本卖完 没有吧中学没有吧直年高中 用的实在差不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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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